书记 我说都这么晚了 你咋还不回家呀 还不是让一个反乘名儿 给闹的吗 你说这帮知青啊 为了一个名儿 装病的 离婚的 这至于吗 我说你还有心思操心他们呀 我和你说 嫂子可是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嫂子可跟我说了 你要是不让人 把小栓在城里安排好 他可就不回来了 那是城里不是建户农场 满大街都是领导 哪个官不比我大 我哪有那么大的没事 你忘了 凭你手里边有反乘指标啊 那要不你把指标给谁 你闹得最凶的 那肯定不合适 给送礼最多的 那不野火烧身吗 所以我说呀 你就得先找一个城里的知青 然后把这个指标给他 让他照顾小栓不就行了吗 他爸是海城的大官 他哥哥是部队的干部的 那他怎么跟我们一样 被派到这个坡地方来了 那你就不懂了 人家是主动调求来的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呸 大有作为 我看呀 她是为了秦伟来的 对吧 对 所以说嘛 人的命运永远都是不公平的 咱们啃齿啃齿干了几年农活 他咧咧咧咧的念了几篇社论 最后还不是比咱们飞得更高 更远 不仅你们问星梅 你又说他爸是不是海城的大官 你干吗突然问我这个 听说反乘命运是 那个 干什么呀 他想不想回城了 你刚才是不是说 反乘命运给了牛舒容吗 元川 小姐没 这么晚啊 那你到这里得干什么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书记 我就想问一下 返程的名额 我还有没有希望 先坐吧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你小样 高兴了吧 累了吧 嘚瑟了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昨天晚上开始啊 我这个心就碰碰乱跳 特别不踏实 我老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有什么事 舒容 有没有想好 请我们吃什么 第一次菜一汤 我可不去 没问题 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 今天啊 我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返城的人选 考虑到你们每个人个人表现 我们大队部的所有成员啊 经过了小心谨慎的投票 现在结果啊 已经出来了 下面我宣布 这次被海诚招工的人员名额是 赵新梅 小牛啊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 但我也没办法 这样 我保证 下次要是再有名额 我第一个让给你 为什么会是她呢 明明是你跟我说让我回去的 小牛同志 我不否认我跟你说过这种话 你也知道 我是特别想把这个名额让给你 但是这个决定呢 是大队部所有成员投票产生的 我也没有办法 对了 这个结果 刚才你们不都是看了吗 对吧 你看啊 对对对 这写得明明白白 没有关系的 年轻人嘛 来日方长啊 没事啊 对 没事 没事啊 好 赵新梅 不知道 你 museums 关系的 死人 我就是 真的吗 现在就动手了 没错 我是想打你一顿 可不是你想的那个原因 你自己看 你在哪儿捡到我来发钱了呀 你还好意思问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你是不是傻 万一这是被别人知道了 你下半辈子你怎么过 我想不明白 你到底是跟我过不去 还是跟你自己过不去 你这样做之前 就算你不为你自己想 也应该为齐美想一想啊 我真是为齐美感到不值 叔叔 我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齐美 那你想要我怎么做 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欺骗他吗 叔叔 齐美的性格和脾气你是知道的 他要是知道这件事 他对我怎样都无所谓 他对我怎样都无所谓 可是我怕他一时冲动 他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你知道 齐美 你跟我老是交代啊 赵新北反程的名额 是不是你小时候也弄的 没看出来 你怎么可以 干啥呀你呀 干啥 干啥 齐美 你傻呀你还问呢 你才傻呢我问问怎么了 你没听说吗 那赵新梅的反程指标 很有可能是和书记就那个 哪个呀 那个 你 你说哪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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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告诉我呀告诉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告诉我为什么 齐美 是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是不是那个王八蛋怎么样你了 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怎么样你了 你告诉我啊 你弄死他 我弄死他 姐 你难道还嫌我在监谷农场的医生不够差 我求你不要去找他 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处事吗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 不能就这么算 姐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 我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补偿你对你好 再陪你要是现在去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不会原谅你 你别去 不是 啊 我 我今天跟你说的 你都记住了吧 你千万千万被给自己惹麻烦 就当是为了我 进去吧 七伟 你都记住了吧 你都记住了吧 记住你答应过我的 你一定会来娶我的 对吧 是没 等我了 我 去 去 去 你是怎么保护我妹妹的 嗯 我没保护好的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我保护不了她 我以为你行 可你怎么能让她发生这种事 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笨蛋 混蛋 混蛋 你怎么保护我 废物 废物 没意思 我让她书记忍不住了 我就先离告她 告她 我活出去了 我要告她 我活出去了 我要告她 我活出去了 我要告她 你怎么会发生了 你怎么都要在哪里 你这个女人就带我去啊 你这么个人 你怎么给她 我